要让你的思想从内在转变, 不要受外界左右, 不要受到世界影响, 而是内在心意更新而变化, 所以这两件事是上帝对我们的期待, 一是陷上身体, 二是心思意念不受污染, 不再受周遭的世界污染, 等我们做到了这两件事, 上帝就会引导你进入他为你预定的旨意, 如果他还没有得到你的身体和心思意念, 他何必向你写明预定的旨意呢? 还没有得到这两样之前, 他再怎么引导都没有用, 等他得到之后, 你就能查验他对你的旨意为何了。 对你的旨意为何必须要得到这两个旨意呢?